是一所高中 國慶日當天有不明人士 在匿名的社群平台發布恐嚇文章 警告學生們想活命的人 16日當天千萬不要到學校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發現犯案的是一名18歲的高三男學生 14日遠景前往住處待人時 家長都在家 對兒子的行為相當驚訝 不敢相信會做出這樣的事 對於犯案動機 他表示因為心情低落才去留言 事後看到事情鬧大了 一堆警察出現在學校 就感到非常後悔 但他強調自己是隨口亂說 不可能真的去犯案 警方也沒有在他房間內 找到任何刀械等違禁物品 不過當時帖文發布後 引起不少人恐慌 校方跟警方也不敢大意 家派人力在校門口巡視 就怕會出意外 甚至還有傳言 是因為校方先前發生頭牌事件 有人不滿學校處理方式大事化小 所以才會流言恐嚇 不過是否真的跟學校 頭牌事件有關 犯人的學生並沒有證實 這期恐嚇案件 因為男學生已經滿18歲 警方訊後 依法將他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復訊後 交由家長把人帶回管教